一起走过来 就是给大家保平安 丰园岛园城隍庙 连出巡的时候都会看到不一样的阵头 现在有Q版的八爷七爷掌声欢迎 Q版的 Q版的七爷八爷一出场 马上成为目光焦点 还有全国唯一城隍做日式神教 也吸引民众猛拍照 这是基隆城隍文化祭的日巡开幕式 邀请来自全国各地的城隍庙来共襄盛举 在艳阳下许多民众都看得目不转睛 掌声连连 非常谢谢所有的贵宾们 跟所有的民众们来这边参加 我们基隆护国城隍庙206年的安座大典 各地的城隍庙都过来了 非常感动 因为你们一起让基隆变得更好 所以待会我们沿途 也会让城隍爷们去看看我们基隆的美食 在现场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漂亮的海洋广场 因为国庆日 所以国旗都很漂亮 希望我们今天的日巡 真的可以做到天佑台湾 天佑中华民国 也让基隆一切人民更顺利 非常感谢我们国庆宏 我们两个城楼 和上都有有行有意的活动 我们这里祝福人 廟墓松楼 给我们的机会慢慢来 感谢各位 祝大家身体健康 和家平安 基隆城隍庙 我们的小郭总干事 非常热忱 他不但是把基隆城隍庙兼人的分好 同时也投入我们全国城隍庙的 这个副秘书长 全国城隍庙庙的 我们全国城隍庙的主族 有45间 全国有45间的城隍庙庙 所以他也非常热忱 就来参与 所以今天来参与我们基隆城隍庙庙的 这个庆典 很多的友庙来参与 在这里祝福我们今天的 大会也蛮成功 这一次副市长邱佩玲 参与日巡城隍夫人神教的 服教任务 共同参与绕境 另外民进党立委参选人 郑文廷议员 民政处长张约翔 官销处副处长郭宪平等贵宾 都共同参与文化祭的日巡仪式 希望保佑基隆 风调雨顺 国泰民安 沿途许多民众也都索取贤光饼 希望能够保平安 基隆的街道 也因为绕境队伍显得热闹非凡 还有一些外国的观光客 也认为这样的体验非常特别 感受到台湾民众 对宗教的虔诚相当感动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